小韩 二奶奶 你来教她看账本 二奶奶 我直接 念给她不就成了 对对对 你念就成了 我听得懂 给你念一次可以 往后呢 难道要我们程家的总管 回回念给你听 伺候你水云楼啊 二奶奶您 您有所不知啊 当时二爷入国水云楼的时候 我们就说好了 水云楼的账归他管 我只唱戏 我们程家的管家 都没空回回念给你听 你还要程凤台来给你管账 你知不知道他有多忙啊 就好比这次吧 二爷说走就走 去了上海 十天半个月都不回来 那你这本账 就这么搁着了 可是我真学不会啊 没有什么是学不会的 只有不想学的 唱戏也没那么简单啊 你怎么就会了呢 那不一样啊 二奶奶 还有啊 湘老板 上次我去看你那个湛婉城 戏怎么样我不敢说 身段多苗条啊 今天见到你 你怎么发福了 我胖了吗 没吧 畅淡的 胖的身子还能看吗 那是不太能看 那就是了 自己的嘴都管不住 怎么管戏班子 我让老妈子做张素菜单给你 让你清点清点的 别愣着了 去吧 沈老板 请 我 就 你